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 我們今天呢要來分享這個精靈世界的需要禮包碼 還有這個最強的一些精靈以及首抽精靈推薦 以及一些好用的攻略資訊分享 好 那麼首先呢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遊戲的禮包碼需號 那我們要兌換呢我們就先點擊左上角的人物頭像 那接著呢再選擇右下方的這個設置喔 那在左下方這邊就兌換嘛 那我們首先輸入第一個 那第一個的話就是限時的喔 這個IUSDNETH IUSDNETH 按確定的話可以拿到111個水晶還有一些扭蛋幣跟金幣 那接下來下一個的話是VIP6666 VIP5個6 VIP5個6 這個可以拿到蠻多的喔 有600多個水晶耶 那下面一個的話是VIP 然後5個8 VIP5個8 那麼養暗確定可以拿到扭蛋幣跟友好幣各10個 那下面一個的話是VIP5個9 VIP5個9 那養暗確定可以拿到高級球5顆 然後再加50個皮撈子 那接著下面一個是POKENON POKENON 然後後面加一個數字6 那這裡的話也是可以拿到蠻多的水晶 以及金幣 那下面一個是POKENON8 POKENON8 好那確定也是可以拿到水晶喔 那再來是POKENON 然後再來是9 POKENON9 好這個也是可以拿到100個水晶 那接著下面一個的話 CEL 然後BM 123456 CELBM 然後123456 這個也是可以拿到188個水晶喔 那下面一個的話是GO 然後ANT 再來是FIGHT GO&FY 那一樣按確定 可以拿到200個皮撈子和20個特性子喔 這皮撈子送了蠻多的 那接著的話是看看有沒有過期喔 BD2022 BD2022 就可以拿到一個貴婦皮卡丘 加一隻捲捲耳 好 那接下來下一個的話是TLF 然後2022 TLF2022 那按確認的話可以拿到一隻皮卡西喔 那接下來下一個呢是FHJ 然後三個H233 那麼按確認可以拿到一個水晶燈火鈴加417個水晶喔 好 一個剛剛拿到的皮卡西啊 不是皮卡西喔 好 那接下來下一個的話是DDSLDJ233 那按確認可以拿到一些水晶體力還有吸油卡牌包 那接下來是KBC然後GHCRI 按確認可以拿到兩個鈕蛋幣加這個5萬個金幣喔 那接下來下一個的話是E4QSDPR 然後按確認可以拿到一個南瓜怪自選禮包 好的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這遊戲目前可以用的兌換碼序號 我們總共領了接近快要2000個水晶 外加呢超級多的皮包子 還有一些在背包的道具喔 像是特性石 還有香玉碰碰 好 那我們接著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新手的一些功率喔 我們可以來到他的FB社團這邊有一個新手文章 那簡單來說呢心臟後用完這個兌換碼大概就有20到30抽 就是我們剛剛領的那些 那接下來下一個的話首抽要刷哪些精靈開局呢 那這邊呢是推薦超夢、裂空座、顧拉多或是蓋歐卡喔 那這邊的話就選擇一隻自己喜歡的 那前期的重點呢就是全部都拿來升這個八大碟喔 八大碟有一個催眠技能 那可以比較好拿到一些活動的資源喔 那後面中期的話一些中期抓的怪力、貓頭鷹 那些小天蠍喔 那先練到這個蝴蝶五星啦 其他有多的時間的話再去慢慢培養 那性格的話是不用太糾結喔 先選擇一些自己喜歡的 當然的話你性格對的話 在打天梯的話會比較吃香一點 那接著呢後面的話一些心得 大家也是可以自己來這邊看一下 那重點的話是可以多多學習一些天梯的對戰技巧 然後自己思考配技還有套路 那後面的話就是一些心得分享 像是有催眠牛蝴蝶喔 我們剛剛看到的一隻八大碟 那這邊的話就是給大家做參考一下 這遊戲還是蠻不錯的啊 沒有說什麼拿一個這個精靈 特別強喔 都可以運用克制 然後來打到這個 以落勝強的效果啊 等一下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接著呢 繼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遊戲的 一個比較好用的攻略網站喔 像他這邊的話就有整理蠻多的資訊喔 像是寶可夢問答 那你有問到什麼問題 你可以在這邊做搜尋喔 然後像是天眼調查 這邊也都有把各種的地方 然後會掉了什麼獎賞 這邊把它都列出來 然後以及特性啊 狩獵場這邊 也是可以看到每個狩獵場 可以抓到哪一些的精靈喔 然後召喚底子可以召喚出什麼 以及尋寵地圖 如果你想要抓什麼精靈的話 不知道你就可以來這邊找 像是你想要拿到這個固拉多 那就可以在這邊找 然後像是這邊都沒有嘛 在精靈扭蛋機 然後第三代 這邊就可以抽到固拉多 然後以及轉身模擬 身心計算 以及性格列表 在這邊的話 都很清楚的顯示出來喔 那我也會把這個網站的網址 放在下方的留言區 有需要的話可以去看一下喔 好 那我們介紹完了 我們可以來這邊 稍微抽一下吧 我們來看看可不可以抽到他 所推薦的 所抽精靈喔 那我們要抽的話 我們就先來這個抽的地方 我們點這個菜單 然後扭蛋機 那剛剛喔這裡耶 有個地之魔物固拉多 那我們這邊14抽嘛 我們就來抽一次喔 那獎師預覽的話 這邊就可以看到 有在這裡面 那他是必得傳說啊 不一定會得到超越喔 我們就來抽抽看 那這樣加一加的話 確實是有快要30多抽 來那我們抽個10抽 來看一下 喔這邊就已經先破梗了 巨金怪我們已經抽到 巨金怪好像也是一隻蠻不錯的 來這隻 是什麼大狼犬 我們先把這個不透明兔給關掉 把他擋路 好那再來 巷石果巨金怪超越 嗯 這隻好像蠻強的 我看大家也都有蠻推薦他的 呃 姑妞妞 刺草仙人掌 那如果你們沒有抽到想要的話 你們就隨便換一個新的 伺服器開局喔 反正這遊戲伺服器很多嘛 要不然的話 你就是換一些新的帳號 這樣的話刷手抽也是蠻快的 喔又抽到一隻 傳說蟲 冰鬼戶 好那這樣應該算普普通通吧 還是這樣特別好 反正至好有中一隻超越喔 好那我們先不要抽這個好了 我們來抽精靈扭蛋 然後第三代 第三代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隻 固拉多在這裡 來那我們就抽一下 那抽的話直接狂買喔 這隻好像沒有跳出那個 跑平的喔 那就沒有中超越 好都普通普通普通 稀有傳說 那麼今天的這一個 精靈世界的 需要你幫我分享 以及首抽的精靈推薦介紹 以及這遊戲的攻略資訊分享 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